我们一家人分开两个国家生活 老公陪同八天就去了加拿大 我带孩子父母在马来西亚 后面的生活你知道有多混乱吗 我父母习惯了校车接送孩子后 由于北京一堆事我要回去十天 这几天就难为我父母了 虽然楼下有精品超市我妈嫌贵 由于父母不会打车软件 我就带我妈去NSK评价超市采购了两周的菜 然后坐大巴赶往机场 车上有个台湾大哥说 大巴到T1机场我也就跟着下了 后来才发现我走错了机场 赶紧咨询工作人员坐小火车赶到了T1 虽然心里慌的一批手里的护照给我装单 好不容易登上了飞机 转机广州时下起了雨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好在飞机正常起飞了 但由于北京下雨 无法停 飞机愣着在空中飞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飞机停在了天津 虽然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40了 但是我困意全无 也不知道进来去哪儿 是听从航空公司安排 最后安排大巴给我们安排了宾馆 我们排队时已经凌晨2点多了 唉 终于轮到我了 我被安排和一个女孩一个房间 在房间睡了三个小时 早上6点被叫醒说 要拉机场重新飞北京 好在有早餐补充体力 终于到达北京后 我让航空公司出去了延误的证明 提交保险公司后 他们说只赔我100块钱 我最终打败了他们诡辩的逻辑 获得了1000的赔偿 下期告诉你 高兴公司不理赔的秘密